李大哥说晚年的他还是需要有个伴 能够和自己共度余生 对于找老伴的要求 他再简单不过 我找冰箱标准是吧 我看一屁 能给我做晚饭吃就行 李大哥要求简单 但他也清楚自己有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住房 他跟红娘说 如果女方可以接纳自己去家里生活 他必定会全心全意回报对方 我最大的问题是没房子 但是说实在的 要是我有那个能力 但是我不想做为啥的 因为我这么大受伤了 不想买房子了 如果说人家有个女方 他也有个家 我就想这样 我就这边我们俩花呗 他支配一配 我够零花钱就行 他以后有啥困得有病 我得全力以赴我 是不是啊 最近李大哥有了一个中意的人 就是他前不久 在原来不晚节目中 看到的管贵华管大姐 他很想和红娘帮他签个线 我就看了一个姓管的 看了感觉你说 说从他跟老师对话 感觉他的同事大理的人 我是想说他的人 但这李大哥的嘱托 红娘来到了管大姐家 管大姐 你好 我是在来管的红娘小官 管贵华七十周岁 丧偶长春市南关区 气动原件厂退休 退休金两千元 住房面积五十七平米 管大姐现在的日子 过得很滋润 前不久女儿刚给她买了全款房 平时的吃喝也全由女儿负责 她的退休金一分钱都不用动 现在的她就是每天收拾收拾屋子 跟姐姐出去溜达溜达 锻炼锻炼身体 没有任何的负担和压力 虽然上一次 她在原来不晚的节目当中 没有相亲成功 但一向乐观开朗的管大姐 丝毫没有被结果所影响 提起未来再长老伴 她直言自己还是那个心态和标准 我还是那句话 我就总觉得反映 你说钱就是深爱之物 你就都这么大岁了 更没说的了 是不是 主要看啥呀 起码就是说 你现在还能瞅一眼啥 就是不烦人呢 对 看着眼 对 这回节目播出以后 我72岁的大哥 特别相同你 过来看看 行 那也行 管大姐来 正式介绍一下 李传父李大哥 这个管桂华管大姐 大贝 不用多介绍了 爹师兄看着就相中了 挺好 大哥走到门口来 非得买点东西 买点水果吧 大哥说不行 那水果而已 买点高档的 我就一个人把我买 没人去这个 我给你买的 你咋的 你来 请 大姐大家忙碗呢 来 大哥来烫出来 来 烫出来 哎呀 烫出来 哎呀 烫出来 这个牛肉啥的嘛 我这我都整好了 好了 我得吃面 我这饭就给你买好了 嗯 大姐做饭可像样啦 哎呀 这家 不是 看着都是百姓呀 就知道是个利盒人 那对话 是利盒人 那这事你看着你的就说了 这个是个特别干净利盒 这一会看到家里更加正实了吧 来 请 各位总 我做饭 我不会做饭的 好 我这是专门会做饭的 好呀 你是溜潮膨炸呀 啥子都用 哎呀 就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就够了 对对对对 谢谢大家